注意看 这是一天屠龙几大结局 自打周指若被玄冥二老重创后 回到峨眉的周指若寝世难安 整日里被阿里与宋青叔的冤魂缠身 为赎罪他辞掉了掌门之位 赶来少林拜见空文大师 准备剃发维尼 打算往后平平淡淡过完一生 怎料在此又遇到了张无忌 他为之前自己的种种向张无忌道歉 见周指若下定决心重新做人 张无忌也露出了久违的笑 而就在这时赵敏却突然走来 周指若见状 连忙又装出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 向张无忌投怀送抱 赵敏见状促意大发转身离开此处 张无忌立即扔下周指若外出寻找赵敏 怎料下山后的赵敏又一次遇见了他的亲敌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你说 随后他出手点了赵敏的穴道 因为他想证实自己的一个猜想 我知道这世上曾有四个女子真心爱你 一个是赵姑娘 一个是去了波斯的小赵 另一个是英姑娘 倘若我们四个女子都好好地活在世上 都在你身边 你心里真正爱的到底是谁 赵敏也在一旁等着她的答案 关于这个问题张无忌也曾想过 但张无忌内心却始终犹豫不决 如今张无忌终于开窍了 决定坦然面对这一切 志愚 我对你一向敬重 我对殷家表妹 心生感激 对小赵 是一存怜惜 可是我的赵 却是刻无名姓的相爱 刻骨铭心的相爱 此时的赵敏听到张无忌的回答后 也是忍不住的欣喜 这或许是她与周芷若最后一次的较量 周芷若彻底输了 她对张无忌的爱 最终也化作了一滴泪划过脸颊 这兴许就是爱情的滋味吧 最后周芷若又给张无忌出了一道难题 如若张无忌想知道赵敏究竟在哪 那就必须帮她做一件事 否则她永远也别想见到赵敏 总之不会违背侠义之道 好家伙 这不就是赵敏当初完剩下的吗 你们觉着周芷若会让张无忌做什么呢 但未见到赵敏 张无忌也只好答应下来 你的赵姑娘就在那 明明 但周芷若却趁其不背顶她的血刀 一不做二不休 我今日就取了你们的性命 反正因离的鬼魂已经缠上了我 我也活不成了 我们三个一起同归一尽 且慢 周芷若 英离并没有死 你再往前一步我就杀了他们 你是谁 你到底是人还是鬼 我当然是人了 我当然是人了 周芷若见阿离步步紧逼 偷偷给张无忌解开了穴道 张无忌见到阿离甚是开心 直接将她抱住 朱儿真的是你啊 阿牛哥 阿牛哥 我不要你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 我不要啊 如今 我如实重负 真的好庆幸 事后阿离也终于原谅了周芷若 也同她的父亲相认 至此一天终于迎来了大结局 经历如此多的坎坷与磨难 张无忌与赵敏的爱情几度翻车 如今是终于修成了正果 你想占我便宜啊 那我如果不占你便宜 这三年五载 怎么生个宝宝 去给你给小巧